我在做第三次補充 上個星期四的會議 有一個業務 它不是都法局的業務 就是公共藝術 到時都審委員有一個建議 本案的公共藝術的金額 大概落在三四千萬 那都審委員是建議 文化局未來主審公共藝術的時候 其實不必要將公共藝術置於營墟內 也許是可以置於整個殘廚山的園區範圍內 反而是協助這些娛樂區 可以變得更好的體制 以上 蘇西 這邊就是我們其實很認同 這邊上次來就有很多次 我們其實很同意說 應該要回歸到文資價值去談這件事情 剛剛就是李前朗老師提到的五原則 我不知道這是文化局這邊有沒有辦法 直接秀出現在的保存管理原則 其實是五加二喔 大家仔細去看 前面五個的確是李老師講的 後面有一個其他多了兩項 一個叫做維持殘廚山路的景觀是視覺軸線 另外一個叫做維持殘廚山的自然風貌 這個五加二不是只有五原則 而是還有後面那兩個 所以我們的確應該是回頭來討論說 到底這個視覺軸線是什麼樣子的意義 那其實我們同意李老師的說法 就是文化景觀不是在談都市景觀 文化景觀 李老師我們其實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文化景觀不是在談都市景觀這件事情 而是在談人與自然長期互動 產生的地景 可是現在重點來了 這個地景 人這麼多 一兩百年來有這麼多的鮮明 為什麼會選擇在殘廚山這個地方與自然互動 其實不是所有的地點都可以蓋古道 也不是所有的地點都可以讓流宮順流進來 而是因為殘廚山的地理位置 其實在整個南港山系的最末端 它其實是最瘦最貶的地方 所以 如果再講三十秒就好了 對 就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這房子蓋起來 我們喪失的其實是這個殘廚山的 去理解殘廚山歷史的視覺線數 所以未來的人如果說他來殘廚山是要透過解說台 才能去理解為什麼古道在這裡 為什麼劉光順 郭錫悠當年會選擇從這個地方進到台北屯定 那其實是很可悲的 這是文資價值 這不是在團讀事情 包主席 包主席 我想這個討論已經超過文化警官範圍 上個禮拜大概文化局有請 曹洛伊建築師提那個文化警官保存發展計畫做出審 連出審都沒有通過 我先講 那委員其實有在那個出審裡面提了幾個要項 都是針對那個文化警官的原則 包括李老師剛剛講的 還有剛才那個林理傑他們工作室 講到的另外兩點都經過討論 那討論的其實在講的裡面很重要的就是 康明傑老師原來做的那個基本的原則 是基於生態聚落的發展做的 所以以後會修正為文化警官的保存發展計畫 所以在那個裡面其實剛剛李老師提到 將來會做修正 所以不要一直距離到生態 那這個地方登居成生態聚落就好啦 就我剛才講 所以還是回到那個警官 好 我們針對這個剛才這些討論 我們再一次比較偶遠 還有其他的意見 就是說在這樣子裡面 嘗試歸納剛才大家討論的方向 就說在這樣一個情形裡面就是說 這個大家的熱心 我想我們都值得體會 那麼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一直希望說回到文資委會的公開 透明在這個專業陣場 那剛才大家提到的這些高低的大小 或者是說對於後代有的設計照度的呼應 那麼甚至就是說整個在配置上跟周邊的呼應 我想就是說在大家看到整個這個國防安全的這個文資 人鐵保護的上面這樣的一個兼顧 我想這些部分都是我們在過去一直要回到專業審議的一個重點 我想就是說我嘗試就是說歸納大家這樣的一個看法 我們基於這個整體的這樣的一個建構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禮拜的事項 那麼一到這個三 我們還是原則上給它通過 那麼在後續上我們還有精進的地方 就這樣這個國防部不能夠放棄 那文資的團體它的訴求也是很盡的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能做到的部分 我們還是在透過後續的這樣的一個持續的溝通 能夠達到這些多影響的地方好不好 如果大家看看這樣子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是照這個方式來做確定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按第二項 從有講到說 本案會有共犯股基地是建立完整的 在新外貿貨或是在新外貿易公道資金 所以你引起同意者的團體 但是事實上它在這一頓暫定 其實目前已經限刊 決定要做為意識借助的情況 所以我想這樣子 你要說它沒有責代此外貿貨 或是在此外貿貨物照的話 我覺得這個更不受挫插 所以我建議是這一項目標的 因為我覺得今天大家都很同意說 基於國防或軍事需求 然後事實上它不應該由國防資產文會來勝 這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要說它沒有 我覺得這樣子對其他的真的是有充足我覺得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拿到這一條 然後我們只要提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那我為什麼會是因為今天 請大家想聽辦法在幫他們提出一些想法 包括說它是不是真的如何 那我們也其實都還可以討論 其實我也不想再質疑 我覺得大家繼續聽說想要討論 真正去討論說它是否有符合原有的問題 或者說它根本其實就是 它也就是不容易給人證明 但是你已經把它在東德 還沒有聽出來這些東西拆掉了 那這個我們都不行 我只是要說 不論如何它是也有遮掌到最東德 那其實我們要說它沒有 不必要一直去說 它其實是符合我們這時候的規定 其實我還在教討論 就是說請文化局針對這個委員 剛才提出來的指教 那麼在你辦第二次項裡面 來做決定 做必要的修訂 那麼同時在下一次會議 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就要修正確認 下次再來做會議 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2 按由歷史建築原士林工會堂 修務局再利用精華審查案 根據國標資產保存條第24條30條第2項 普及修成簡單利用辦法 第13條第19條 按理情形 本市市林國小 那前設有校生館 江浦教育館及婚蟲被補館 等三處教學用館館 以下5千4千3館 因補物收藏及保存無益 橄欖館地狹小 希望將該校中山堂重建等修規劃 將三館教育 陀善保存定對外開放 該校中山堂 基本於106年3月9日 公化為歷史建築 名稱為原士林工會堂 相關的公告資料請想參附見 士林國小於106年6月 委託專業辦理 原士林工會堂歷史建築修復 及再利用計劃 合適調查規劃 並分別於106年9月7日 及106年11月7日召開審查會 審查會議中並有邀請文資委員 張昆政委員 劉淑英兩位委員 及本局 文化局 及在地理長 士林區公所 教育局及學校校友代表等 出席討論在案 相關的其中審議 及期末審查會議的紀錄 及委員詳參附件 有關整個修復暫用計劃 及文石調查的部分 那以下就由學校委託的專業團隊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各位委員 我代表士林國校 我們要檢包這次 原士林公衛堂 歷史建築的時候 複集在那邊的計劃 維持調查規劃的一個 目前的理由就成果 那我們調查的基地是在 市民街上的這個位置 就是 美里區公化站 俠鄧出一號的部分 那接下來 那在我們的調查研究報告裡面 因為市林公衛堂 它涉及到日本時代 跟戰後國民政府的時期 所以我們在一些用詞上面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我們的研究團隊 跟我們所做新加本計畫 然後本節目以及我們把時代的區分 用士林地區習慣的一個用詞 日本時代以及戰後的國民政府 然後戰後我們指的是 那個二次三日結束 中二三日結束是後的1975年 那回到前一章 那我們大致在當時的調查研究報告的時候 初期我們有做一個區分 就是在日本時期到1945年 這個時期到日本時代 然後戰後1945 一直到我們現在調查的一個階段 市林國小究竟什麼時候 把東正堂跟中山堂的這個土地跟建物 收為整併到市林國小的時間 大概在1992年 那這裡面會涉及到一些 我們在調查的過程當中的一個關鍵 關於建築物的使用權 以及它的土地建物的財產權的一些變更 下一張 那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體報告書 它主要是針對市林公會堂中山堂的這個特質 我們把它區分三大塊 然後一塊就是前面的一二章 講的是歷史背景的嚴格 我們從城市建築的環境 也就是市林地區跟市林公會堂之間的 嚴格的關係 以及老在地人跟相關的史料記錄 作為第一個部分的歷史背景嚴格的一個調查 第二個部分則是針對這個公會堂中山堂 本身的建築結構的現況 以及它在一些官方的記錄 修繩的記錄裡面有的這些資料 還有針對它的一個結構安全的一個評估 包括現況以及它曾經變更過的 一個結構安全的系統的狀態 作為一個評估 那最後的第三個身份則是針對 未來的一個必要的一個修復 恢復跟它的一個再利用的一個計畫的一個評估 下一張 所以首先第一部分 我先簡腰的講歷史背景的嚴格 那我們分兩個部分主要的原因是 市林公會堂它的一個 目前我們能夠查得到的一個資料 它在官方資料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但是它跟市林地區的一個 整個城市的發展非常有關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調查研究案 才會刻意的從一個城市的一個 包括日本時期的市區改正跟 戰後的這些都市計畫的嚴格來看 市林公會堂中參堂的這個位置 它所在的一個地方歷史意義 以及輔佐一些老地方的 老市林人的一些迫速的歷史 跟他們的資料來做 那接下來 第一個部分是城市與建築環境的變遷 那這個部分下一張 這個部分主要是 我們在爬出市林公會堂的一個 興建歷史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從它的一個 在日本時期的一個基地的選擇 它所表現出來的 巴之蘭的舊街跟新莊之間的一個 地理位置的關係 看出來它的一個選址的點 那這個部分的選址的點 也在它的前身關於巴之堂工學校 以及那個後來的市林國校 以及市林國小的基地選擇有關 這個部分在於是說 當時的這個基地的選擇 一則是為了要結合舊街與新莊之間 市林人的一個社會活動的關係 然後二則是日本當時的政府也希望是說 他們不要在新莊裡面 也不要在舊間裡面 而是介於他們之間 成立一個新的地方的核心 所以這個新的地方的核心 就包含了市林公學校 包含了一個集會堂 叫市林公會堂 也包含了一個莊藝所 那公學校的成立 其實它源自於巴之蘭學堂 然後巴之蘭學堂又因為 那個他們當時地方的一些事件 所以它在逐漸的形成 它的一個巴之蘭工學校到市林公學校 那我們今天看的這個圖 也是我們調出來是說 那我們就現在看說市林的這個小學 它的所在的位置 它是在一個田戶線上 跟它的整個市林街新街舊街的一個交接點 那這個也是在後面 我們在調查公會堂的位置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角落的關係 下一檔 那這個部分我們則爬出到 市林地區在日本時期 它的一個重要性的位置 這個是我們可以查到最早的1895年 在它當時的一個地理位置上出現的一個點 然後接下來是它後期的這個 在20年代這個市林的在鐵路線上的一個點 市林跟北投的關係 以及連接到戰水的關係 這個是在地理位置上 市林地區的一個重要性 除了八字爛學堂 它在日本人的一個教育的地方的一個 那個教育員的教育的這個部分 它著動在文人的一個會籍點 去考慮他們如何讓他可以在這個溝通之外 還有一個經濟的考量跟政治的一個考量 就是當時台灣人的比較聚集成熟的一個聚落的點 下一張 那以及後來在35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正確來說是在1916年的時候 建了一條通往北投溫泉區的一個鐵路 那這個鐵路其實也跟市林的這個 這個市林街的這個點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標出來主要是呈現是說 它在這個主要的市林街的這個節點上面 其實從早期的工學校的成立 一直到集會堂到市議堂 這個部分它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的一個新的核心 那最後我們試著在一個整個城市的這個市林街的 這個位置去看它的一個特徵 1903年跟2017年的這兩張圖匯照起來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工會堂的位置 上面是一個市林工學校 下面是莊英場跟火車站 這個三角形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節點 事實上沿著北彈線 它在很多的好幾個地方包括北投這些 都有類似的這個模式的路程 下面這樣 因此我們再回到我們主要的調查對象 工會堂的成立 我們就放到一個全台灣的 這個工會堂的成立的這個表格裡面去看 去看市林工會堂在什麼時候 大約什麼時候成立 在我們這個案子的調查裡面 最後我們可以推敲到 市林工會堂的興建時間 大約是1927年編列了 一個預算一萬兩千元 然後1928年為興建期 那我們從地方的這些 台灣日日新報的一個消息 可以確定在1929年2月24號的 這個元宵節前 他們確定建築物已經興建完成 所以我們把這個工會堂 放在一個全台灣的工會堂的 一個興建的時間的一個位置點 去看它同位階的 階樁的階的這個工會堂的 層級的建築物 試著要去回推 有沒有可能可以找到 建築物本身的特徵下一檔 那這個部分工會堂的成立 其實我們也在看就是 工會堂的成立 它就是資金跟它的一個角色 是屬於當時的政府的還是地方的 那從我們查到的史料可以看出來 它的這個所屬歸屬其實是政的資產 但是當時是由政上面的人 去集資興建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也因為我們在追查它的時間 所以我們試著從這些官方的資料去看 究竟什麼時候工會堂在這些官方的資料出現 那在官方資料正式出現的時間 都是在1930年以後 那接下來下一張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從它的一些記錄來看 我們認為 因為最早曾經寫到這個包含400電視老師 直接一個人過去跟他講 講在意利用就好 那我就繼續往 這個部分是我們考區1927年出來的原因 希望我們查到這個資料 一萬兩千元 然後接下來1929年2月24號的 這個部分則是看到公會堂的位置 在整個校區的一個校地整合之後的位置 下一張 那在士林國小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時間 是他的一個民國68年的時候 有一個台北市土地地籍重測 在這個重測裡面 他其實就開始進入了學校校地的整合 這也是一個關鍵時期 我們在那邊 哦好 好好好 那那我就繼續往那邊 好繼續 那我就盡量先往後面講這個在地用的部分 仁文史我們其實這一次用口述歷史繼續走 對口述歷史在報告裡面大概都有解釋 那包含這些原貌的推幅 OK我直接挑到建築本體的調查研究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個建築物的本體主要觀念最大的改變 是在1995年 所以我們從教育局的協助之下 我們把1995年建築物的一個修復的資料調出來 目前整個建築物的結構 他基本上除了原本的結構形體是原本的 但是主要的結構外觀跟他的一個結構補強 屋頂全部都已經改變了 所以這個部分會是我們今天對於這個建築物的形貌 然後改變最大的一個疑點下一張 那所以報告裡面我們大概都解釋了他的一個 一個歷年來的修復 1995年之後的修復 下一張 那原貌考區我們大概也有解說下一張 那這個是這個部分在報告書裡面 我有解到有整理了各年各個時期的一個建築空間的一個改變 下一張 然後包含這個擴建 這個是在民眾服務聖的時候新建的兩層樓 加強專造以及後來的樣子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模擬希望將來修復回來的一個外觀的層次的感覺 包含他的一個大的灰瓦的屋頂以及他的窗戶的這些細節 我現在先提醒就是說我們在這個調查研究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知道市里公外堂他的原貌其實是比較足足的 他的特徵有幾個重點 屋頂屋生基座的一個比例關係 然後還有就是他屋面的材料的層次關係 他並沒有太反覆的裝飾 因為那時的經費其實是非常低的一個經費 所以我們推估他的一個特徵 其實是重點是在這些層次 那目前最接近原來比較有裝飾的是在這個車級 很特技的在1995年之後的修善 對現在的車級的保存狀況非常的不好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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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座安全 喔 再下一張 對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上一張 好 這個部分其實我要強調性是 結構安全的評估其實對本案來講 其實是太大 是因為他1995年已經做過結構補強 然後後來在那個使用指導補 那個補使用指導的時候也做過必要的補強 最主要是這個車級 他目前的狀況其實是有一些結構的軍列 那這個是比較是原貌需要緊急修復的部分 下一張 那這個是結構的評估下一張 那這個是結構的評估下一張 這也是結構的評估下一張 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在這個過程我們有配合學校希望的那個文物保存管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請師大倫寶中心的人協助去判斷目前文物保護 以及未來的空間的建議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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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則是我們提供給學校的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在這樣子的工程的計畫建議裡面 他大約的工程的一個經費的結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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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一二三 按由直轄市運補充台艦 南港台艦倉務修復及設施應用計畫審查案 本案依據文治法第24條 普吉修復事項辦法 普吉指定及被指使的辦法 以及一直建築與經驗建築使的辦法 指出辦法辦理 辦行一 南港台艦倉務修復於106年6月6日的公報指定為之下 施定型機器 而即針對山中普吉 未來會議作為的藝術團體展演空間 以及數位藝術新媒體為主軸的藝術實驗室 那本案普吉的修復項計畫是 本局委託吉亞籍建築師事務組來辦理的 本局11月17日 也召開本案的其中報告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理 有關跨定本案普吉定斗水利保存範圍 請建築師先請提供普吉廣的範圍修正建議過去 一定進行範圍討論跟研寧本局相關 就AR1基地都市設計規則之意見 12月16日 錦亞齊建築師進行A13的倉庫 就是第一庫修復結構調查時發現了 這個分刻師的鋼架 他是屢製的 經詢問文資委員認為他非常罕見 並且開所長要依法通報本局 本局於12月20號邀請文資委員王世娟老師 然後戰電鐵老師基專家學者浮轟的建築師前往會開 會開的紀錄詹數如下 依文資法第三三條規定 營建工程其他開發行為 如果發現古蹟地的建築 建築區具有的建築價值之建造物實 應該停止工程跟開發行為 並抱著關注處理 二有關A13倉庫屋頂行架 經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具文資保存價值 並且建議本局應補戰辦理 剩餘行架的全數保存作業 三請台電委託之廠商 依補式的工法拆解剩餘的屋行架 以泡泡龍稍微包覆之後 避免履料受損 運到我們已經指定的士兵骨機的倉庫裏面 就保住暫存 第四點 請今天請建文師辦理撤會的作業 並目前的基地範圍 從組織區位跟所需要的費用跟佔用計畫 進行嚴禮跟公本局評估 並送本會審議 為利於工程的進行 本派原則上是不平衡 請台電協助於廠商辦理契約的變更 展延拆除供期並購回及保留旅行架 未來再利用的方式則採毅力重組的方式 並且它並沒有影響台電日後基地的開發規劃 這次減負台電中間倉庫修復再利用規劃 提送本會審查 此為目前台電中間倉庫 南港台電倉庫的一個地形圖 跟司令古蹟的位置 此為目前已經拆除的一個部分 以及本次文資新發現的那個分客室行架的一個位置 在那個黃色的框柱 而這是去年12月20號會開的照片 只是已經拆卸下來的旅行架 那這是還沒有拆除的一個旅行 旅行架的一個照片 那本次呢 這個古蹟定奪土地建議範圍跟全區相對位置的那個保存範圍是如圖所示 就在那個北側 這個這是基地位置 北側的位置 那它劃定的那個建議的古蹟定奪土地面積約為8764.99平方公尺 那古蹟本體的面積約為2300平方公尺 那這是那個劃定的範圍跟重組 批庫重組位置的一個建議的圖 那請各位參考 你辦一 你請同意變更自家市令古蹟南港台電倉庫定奪土地範圍 變更公告事項一 變更古蹟定奪土地範圍 原106年6月6日公告古蹟定奪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為 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563部分564地號部分 變更為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563部分564地號部分 以市民大道七段西庫建物以東 N1N2庫以西 及交貨台旁基房以南所為之土地範圍 相赴古蹟定奪土地範圍圖 二 變更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變更理由為為例如後續文資整體修復及再利用 二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條 古蹟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第五條 擬辦二 有關A13批庫與行價 經會刊出席為一致同意聚魂之保存之價值 明請同意登入為歷史建築 並於古蹟定奪土地範圍內重組 擬辦三 1 106年12月20日會議決議 有關A13倉庫庫五頂行價經出席為一致同意聚魂之保存價值 建議應妥善辦理剩餘行價全數保存的作業 立於保存區內活化再利用 不能請台電公司要求成商與本市會議後 一個月內完成旅行價值拆解及暫置 並交本局日後規劃重組 且若台電再不處理 竟由本局議文資法第28條代為執行 已辦四 本案提請本委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後續修復期待或事宜 現在先請文具委託的信仰行務司 進行修復在內容的簡報 請掌握時間1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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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简报资料里面的第十二页 十二页右边有一个图 刚时的这个老的图面 还有标示的这个红色范围 那我们的话就希望说 我们原来的这三栋 谷基的这个范围 然后依着原来的这个外容破线 我们去做说明 其实我从前面这边很快 握一下那个简报的资料 在右边的部分 就是我们从前面基地概述 然后一直到在用国想法案 到后面的这个议题讨论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 古基名称我们提行修正 第二个是定着范围要提行讨论 第三个是文化基产新发行 就刚刚讲的那个批庫 进行讨论 那基地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中校同路 跟市民大道的这一个 框线的这个范围 那里面有三栋自立谷籍 就是西部 恩万恩兔 跟交后台盲基法 整个全区基地是3.6公顷 那目前的话 其实是台湾电动公司所有 那有分别是两个地套 其实全属很简单 那目前是第三种工业区 西部计划里面是特商酒 这是他周边 就是已经开闭的是运动的东西 那其他公邮这边还未开闭 那这里有个便电站的 这个用地也还没开闭 历史的部分呢 我们是从日治时期 他当时是台湾电力卓士会设仓库 设置了这个修理工厂跟松岸仓库 所以这个名称也是我们希望 这一次提醒名称修正的时候 目前的名称是中间的仓库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矫整回来 是当时开始实践的这个修理工厂 跟松岸仓库 那陆续的话 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这时候完成了这个班线 这个我就跳过去 那后三匹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基地 等一下后面也会讲 我们连着这个基隆盒跟这个松岸铁道连线 这里设置了这个台湾的这个仓库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仓库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台北城的东口缸 在华山町 这个37 38帆地 这是在1911年的时候 一直到1935年的时候 才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 那刚刚所讲我们提醒古基这个定口缸 我们其实是抑着这个轮廓线 在现场的地方 我们靠谷做描绘 希望能够留下来的一个古基定口的范围 那现在我们留下来的三栋建筑物 一个就是松岸仓库 这是1934年的时候改的 那修理工厂 对 这个工厂的地方是在1935年 改善留昌定 就是现在叫交货台房机房的这三楼 我们是令武基 好 我可以很快的跳过去 这是C库 就是修理的竹工厂的外观 跟它的内部 所以很快的跳过去 其实所有的名称都是跟它组织有相关 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刚展的那名称 一直到现在叫做中心仓库 那建筑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如果把它架设在整个台北铁道沿線 我们从西到东的这个铁道沿線的这个文化资产里面 我们就在中山社长旁边的这个中心仓库 那 好 直接跳过去 那这里有几个空间的演变 就是当时在1936年全区 一开始刚落成的时候 这个是三四年来 中心仓库在35年就是落成 其他这三栋的部分是在1936年去落成 然后一直空间增件 就先沿的这个铁道沿線 那边有一些增件 一直到53年 然后明所到58年的时候 甚至于会有些超过这个中架都是这一面 一直到62年的时候 因为中架工地开闭 有一些厂房都已经拆除了 那什么建筑建在缩减少 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们留下了这三栋铁机跟Q库 Q库没有历史特别的身份 那它有一些建筑特色 就是泽东市的这个建筑的外转 那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西库它的屋底跟墙壁 是用RC扩张网的这个构造 那屋底的话是这个派特式的钢架 它是用脚钢去锚钉 现场的可以看得到 那叫落台房基房它的建筑特色是 它除了斜屋领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个RC的屋领 就是双层的这个屋底 那也有这个骨铁器的这个防水的工法 这个可以看得到 那三栋建筑 我们在这个结局一样 跟这个材料分析之后 它其实没有需要进入墙 那我们就文化资产的这个登录 我就跳过去 所以我们古基定罗的范围 就按刚刚前面所讲 希望是这个范围 那修復的原则就是原样去做修復 那战利物购想是配合中央的一个政策 我们的区位是在这个AR1的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其实是都市更新跟公共住宅的这个区域 那未来的话他们已经提了 他们先期规划已经提了 就是我们这里是历史文化的一个再生基地 紧接着我们的是一个公共住宅区 然后南边还是排便的这个科技商务服务区 那中央住宅的部分是24层楼高 然后有地下的这个停车空间 所以我们园区里面 历史空间的园区里面的停车以后 也会希望跟他们这边就是用他们的这个停车空间 那在我们建筑物的周边有五里的这个开放空间 是浅蓝色的部分 深蓝色的部分是十里的开放空间 我们检讨起来跟我们建筑物都有相通 那这是他们都市计划的内部 那其实一直我们跟他们也就是跟他们也有讨论 在我们的武器的范围里面 我们希望北边跟那边都留有绿地 能够让我们的建筑物有一个完整的呈现 那内部的话 我们其实希望大公共是一个展演的空间或者是表演 那恩恩恩陆陆它有两层楼的空间 它可能是一些工作室跟交流 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 那议题讨论刚刚所讲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原来的这个名称 南港台电仓库 希望能够更正作为松山工厂和松山仓库 因为我们我们也是找到这个区里面 站着道路的两侧 这边的话是修林工厂 这边就是松山仓库 全部都隶属于台电的这个朱世卫社 台湾电的朱世卫社 那第二个就是土地丁股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区库 它是三华的一个年元时期的一个残路 那目前这个银行价是已经都留下来了 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1963到1967年新建的 1965年的时候从航道路上可以看得到 首先有一华 然后第二华跟第三华 陆续新建人程 那它是半开放式的库堂 那它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它有一半的这个锚钉 然后局部的是螺旋 便宜这个多次的这个拆坡 拆卸跟占族品 而且你唐架他又非常轻 所以也是很激动 那这是我们已经做完社会 那这是点赢的现场 那这样就可以了 跟图面所有这个部分 那重组的清费我们也補出来了 以上解话谢谢 好 谢谢 还有吗 本案没有登记 他连续继续委员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案子大家的意见 还有没有打� 一边那他这边 marker 一边这边 написate 这个里面再做ление 第一句怎么办 Иana 그 13一个 今天是一個整頁程序 我們去現場看 現場的 打算在比賽裡面 才怪怪的 所以我建議第三點 第三點都全部三次 因為這邊也提到 台電站不處理 當初就在原始法 像是有視野在那邊 怪怪的 因為我們當初到現場去看 全種毛 它也不能夠把那個 那個螺酸 還有那個毛巾的毛巾 拆解 那個拆解的話 整個行李就散掉了 發現那個毛巾是固定的 那個不能夠動 所以這樣解的話 會不會說 我把行李拆解都再不充足 所以這一點我們覺得 是有三點 以上 謝謝 第三點 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指教 主席 都是更新措施列席單位 是不是可以發言 好 第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基地 是我們市府政策的公辦多分基地 所以有關於今天討論的兩個議題 希望我們能夠在於協助跟斟酌 第一個就是 針對那個武器保存的範圍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 郵路哥幫我們把那個圖打出來 對 這張圖上面有兩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公展的基地 是位在基地這個紅色框框範圍的南側 但是因為古蹟的部分 他做過的三個建築物 我們是希望說盡量能夠減少這個匡選的範圍 就是 因為我們公宅基在這邊 那如果這個整個 整個這邊的空間全部都納入這個古蹟的範圍的話 那其實對於整個我們公宅的這個 戶數的樓梯板的面積的減跑是會影響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盡量能夠讓這個範圍 能夠縮小到這個古蹟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承諾來做這個開放空間 這是第一個提供機新聞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討論 那第二個有關於這個批庫的部分 要存組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這個位置在府內 對於這個地區的公辦都更的討論 那我們目前產業發展局呢 要希望在這邊的建築物 還有這邊的空地呢 未來能夠申請一個臨時的建築 那這邊會推動作為一個 金融科技的創新育成中心 所以如果未來的行價批庫呢 主在這裡的話 會跟我們目前的府內在討論這個 公辦都更未來開發的這個方向跟定位有所不同 那因為產發局也不知道今天的這個會議的情況 所以他們今天沒有辦法 沒有出席討論 因為也沒有邀請產發局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建議我們批庫的這個重組的位置 能夠跟府內的相關單位先 能夠做一些討論之後 我們再提到我們會來上座處理一下 好 謝謝 那我也有一點 請教一下教堂的建築師 你們說要把這個 什麼倉庫分開來為工廠 到底你剛講的內容 有沒有提到這個工廠做什麼 做布料房子嗎 包括這樣 還是做什麼東西 到底什麼樣的工廠 像這個鐵路記載廠 包括我們在內會的那些不容易 接鋒木工廠 有沒有辦法 到底怎麼樣的工廠 到我們法官的不尋 1984 工廠 到底怎麼樣的工廠 我們法官廣告 別人工廠 到底怎麼樣的工廠 到底怎麼樣的工廠 我們法官廣告 上次去會刊大學原則上 去會刊的包括每一單位跟委員都建議還是要在基地內重組 其實依據文字法33條如果有新發現的話 基本上原則是要領工的 所以我們採取最可行的範圍以後 建議還是要在基地內重組 那至少不要謊那一次委員可以容忍的一個執行方式 這個其實還是建議依照委員的建議還是民旨優先 如果讓這個容委員重組都沒有辦法 看那是不是要一件新移文字法33條辦提供 是不是社會先回應一下 大家可以來 我們是在簡報檔的第12頁的首頁 就是阿祖公廠的畫質 阿祖公廠的文件是要寫的是 松山木材房子公廠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房子公廠 很多的設計 所以就先來想到 這個圖上 首先選的是機械廠、電機廠、試驗廠 我們講倉庫 你們看的是整個地方 這個也是主要的工廠 這邊是它的土屬工廠 後面這裡是事務所 它同時隸屬在這個土屬的設定下 就是一開始它設定這邊都是防土工廠 當然後面這裡的話有事業 電機 它是幾個這個階段 西側 你說西側是電影 所屬的 西側上面是朝北 西側的話是這邊 這邊是西側 那東側的話是臺灣電力組織會社的松山房屋 西側是電力組織會社的這個房屋工廠 如果說 什麼東西有這個 為什麼要去呢 因為電力組織會社它要防護的自由 電影帶 那今天敢來的話 這個怎麼做 它已經有出入層的布料的場所 有防護的禪 防護的防護 然後才有出場 你看不出來嗎 San If we are here 議員會說an 這個案子至 是 which we are 但我沒有意見 因為他有33條問題 那個宇航價格是要處理 對 那個可以用依法 依法的部分可以直接處理 如果有依法該作為 要給作為依法人權 對 他又不受影響 然後 自己在簡直一點 做確認 遵徵的條例 確定 不過 接下來你們 後續在討論的時候 針對你們後來定的那個範圍 剛剛那張 歷史的那一章 因為你現在的論述的條件 我覺得沒談清楚 因為這個範圍跟你現在定出來的 那個比較偏方方的這個範圍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轉變 原來在這個範圍其實很冷卻 鐵路在這個地方 建築物在南端 北邊其實可能關係的就是運送的 所以前半端的這個歷史基地的屬性 其實對你有一點其實很重要 所以就有機會支撐你把北邊這邊納進來 這邊也納進來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你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要講 那另外一個就是變化 前面 左邊的這張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原始的基地範圍 會被你切成這個樣子 那從目前的結果來看 我覺得你是顧慮到未來的這個發展 所以西側的這個部分變成是預定道路 那這件事情我會覺得其實 比較跟我們在論述一個 古蹟定投範圍的時候 他可能是參考的要件 但是不是絕對的要件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一個 又東側的這一個 叫臨近的建築物 所以如果這一個歷史範圍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在考量上這件事情是歧視 這件事情是歧視 反而應該回到原始的那個 整個關於建築物跟基地的那個特徵跟特性 去進行論述 那這一點如果有機會你們在後續在討論的時候 請一併納進來做一併的處理 以上 我這邊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這張的老的這個地圖 它的範圍就只有畫到這裡 包括倉庫這裡也是切掉的 原始圖面倉庫這邊沒有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考量這一條線的切割 剛剛這樣斜線過來之後 的確是考量到原來這一個 不是我們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這裡畫了一條線 那在這個西側的部分 它是因為都市計畫的討論裡面 它這邊有一個退縮10里的開放空間 所以我們的確也因為考量到都市設計那邊的 問問把它留下來 那北邊這邊是因為它開放空間是柳設5米 所以折衝之下有了這一個線 不過我們後續會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再去跟委員跟老師們再去做討論 我答案你清楚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不管是出發及過的談判 未來瞭望的 當然我們還是強調跟出發及的優先 那在這個相關紀念 如果說是可以各位公開產 建議案是大宏區延宜點住2段166-168-170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案由大同區延平北陸二段166.168.170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第七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防守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地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情形一 本案憲務會於大同區延平北陸二段166.168.170號 坐落於大同區延平段三小段363.364.361.362.359.360.170號 建號為同小段493.492.76建號 曾經水建築師事務所106年5月11日 受土地及建築所全人委託 之德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辦理直接基地興建計畫 來含恰許現有地上屋是否為古蹟 必實建築獲或佔定古蹟等文化資產 並表示指案建築時代久遠無益維護以復復使用 並指案建築曾於104年2月9日凌晨發生大火 申請單位表示建築配布至大火以來 巡迴嚴重無力修復 本局前於104年4月28日召開 大道成金瑞山營樓建築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談 結論為委員出戶任地具文化資產價值 請申請人1文員意見補充本案歷史考證資料後 須送本局辦理審查事項 為本局後續未收到相關歷史資料 為確認該建築是否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8條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於106年7月26日判禮 言平北路二段166、168、170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談 出席委員發誇薛晴委員、蒙輝軍委員、李前郎委員、 詹天權委員及蔡月娘委員 會談結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 法案言平北路二段166、168、170號 建物初步任地覆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解除列車、後續都市設計審議時 建議餘建屋原有三層樓的理念 依緣貿房座 本案後續將依文資保存法相關規定 續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請詳參付件 然後這是本案的地籍地形圖 然後這是現況照片 左邊這個是正立面 然後天井還有後方一樓至二樓的階梯 然後這是建物的背立面 然後這是燒毀的部分 三樓的鴻馬丁還有三樓的隔間內部部分 然後這是建物的後側 然後這是四樓內部的部分 屋頂級地板都已經有危險 然後這是指案的評估報告 那請委員詳參資料 本案請同意會談委員建議 大侯區延平北路二段166、168、170號建物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入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建請申請單位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中 將建物原有三層樓立面 一圓茂坊作 並同納入考量 建築師建築 神經水建築師事務所做說明 請掌握十分鐘以內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來 下一張 整個來龍期末 我們承辦單位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 我們的基地就會以鹽品北路跟輝雪街的轉角 好 下一張 這個是建物的例面 那基本上它在鹽品北路的部分 鹽品北路的部分是屬於四柱山窗的方式 但是輝雪街裡面它是另外一個模式 在轉角的地方 這四柱山鹽品北路段 但是在轉角的這個部分 它因為開闢道路的時候 已經被切掉一個45度角了 所以這一塊是新的 好 下面 那這個是內部的情形 因為內部從二樓開始延燒到三樓 四樓到屋頂 整個都幾乎全毀的狀態 下面一張 這個是到屋頂一些柱子 崩裂 鋼金外圍 下面一張 這個是我們的平面 我們基本上整個的規劃上 是沿街把齊樓完全完整的保留 保持原有的都市的紋理 好 那新建地上十二層地下兩層的建築物 下面一張 好 這個在就地面上的 我們根據委員的意思 我們在這個新蓋的十二層樓的大樓的 基座三層樓部分 我們在延兵北路側 我們盡量保留原始的四度山莊的元素去處理 好 下面 那在龜衰街方面 在龜衰街部分的 它的另外的形式 我們也盡量依照它的明顯來做規劃設計 以上我們的報告 謝謝 所以今天這個審議案五是今天的最後一案 六七留待下次都一繼續討論 審議案五案由文山區政治大學化南新村 化南新村文化價值審查案 文山區政治大學化南新村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供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十九 古基指定及廢止審查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組織辦法 居落建築前登陸廢止審查及組織辦法辦理 法例清新 本案基地位於文山區新光路一段65項1號到39號 定著土地範圍13號 定著土地範圍為台北市文山區政大段4小段 5152119地號及部分等62地號 全管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基 部分的52地號是屬於本土公務局公園處所管 那本局是在104年的時候接獲文山區萬新里 張靖建立獎主送的巨古基及歷史建築價值等報表 請委員可以看資料的附件二第九頁 本局在104年的時候邀請委員代理線刊 會堪結論具有列冊的條件 詳細資料請看附件三第十一頁 那後來本局又在106年2月18日的時候接獲民眾提送的 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委員初步認定具 屬於歷史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的登陸價值 請參與附件五 後續文資審議委員 威喜文資審議委員的討論更聚焦 本局在邀請文資委員辦理第二次的會堪 舉辦於106年6月1日 那也是委員初步認定具有歷史建築 及聚落建築群的登陸價值 那兩次會堪結論請委員可以看一下手邊的資料 那其他補充資料的部分 包含現況照片牆附件七地二十九頁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牆附件八第三組頁 那這張圖是全區的地級地型圖 包含四筆地號台北市文山區政大段四小段 五一、五二、一一九地號及部分的六十二地號 那這次張圖分別為剛剛所述的四個地號 那一一九地號跟五十一地號 是主要介入座落的土地 那五十二地號是公園的部分 是屬於公園處所管 那六十二地號是部分 那是道路用壁 那以下是106年4月12日 抓捕小組會堪的照片 那就是建物外觀的照片 建物巷弄 還有建物現況內部的照片 建物的入口 那這個是剛剛所提到的 有一個五十二地號的文山五十號公園的照片 那以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呢 在委員的手上資料也有 委員可以參看 那剛剛所說的四筆地號 建物主要縱落在五十一跟一一九地號 然後五十二地號就是中間小塊的部分 那六十二地號呢 我們這邊是寫的部分 種類近代建築群 創建年代在美國五十三年前後 那建物及其定住的土地 所有權人是中華民國 管理單位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國立政治大學 另外一個是公園處 那公園處就是剛剛所組 五十二地號的部分 那土地使用分區有三種 剛剛所說的五十一跟一一九地號 是第三種住宅區 那綠地的部分還有就是五十二地號 那另外一個道路用地的部分是六十二地號 分析與影響評估部分 在一零六年四月十二日 專案小組會看的結論 本案建物出席委員處部認定 具有歷史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的價值 那在未來管理維護財務文化部分呢 依文資法文化資產 應有所有權人來管理維護 及辦理修復代理 所以見請所有權人 於文資審議會中向委員說明 以及登陸範圍的影響評估部分呢 因為這個涉及到國立政治大學 新界法學院的規劃 所以已經這個文資專案小組委員 停估會看之後初步認定 本案建物具有文資保存價值 所以請國立政治大學提出後續的規劃方案 本案提醒委員審議 請客人 今天政治大學有提送簡報 然後我們政治大學請早握時間10分鐘 謝謝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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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大學副總部長 我們是法學院的老師 所以今天還在各位報告里 目前我們這次大學對於這個畫台新聞這裡的規劃 那在我們目前 那其實在我們學校方面來講 但也在我們政大其實我們都依照教育部所頒的 校園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這個相關的評論 還有在那個習政院文化會 還有相關的這個作業手冊 我們都在進行相關的探訪 其實在這些相關的作業手冊裡面 都提到一個主要的事情 反倒的是其實我們都了解 在我們學校正大一個這麼歷史這麼又久的一個學校 在這個我們的這個過去的幾十年的歷史當中 我們相信校園裡面的每一棟建築物 還有偶促的校園的幾塊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都有他在成長生活當中 有影響的價值 然後這個我一定會不及 那我前面我會那個發給時間 跟各位報告的是 在我們學校裡面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到的是 在過去的會餐裡面 都會原本提到說 學校打算是怎麼樣發展 就是我們會來的文化性的資產 要怎麼處理 我們其實非常瞭解 即便是在這個教育部班的手冊裡面都提到說 每一所學校的存在價值跟歷史 校方其實最清楚跟最熟悉的關鍵假設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學校也都一直正在處理當中 在他們在下一頁 那其實在學校裡面來講 在我們的學校的校時裡面 也都有跟 包括像各位 剛剛的那張建築物好嗎 其實在學校裡面 當初在台灣福校的時候 我們學校裡面大概包括歷屆師生 還有包括我們的校友 與歷居民的最起初的記憶 都是從校門口進去 大概智希樓、國父樓跟思維堂開始 當初這個綠王還有徽牆 其實那個是我們政大的起源 所以其實在我們目前的盤點上面來講 那也跟這個方會局長還有這個知事長的報告 其實我們學校是有規劃的 希望把我們學校裡面 共同記憶裡面的文化性資產盤點完之後 找到共同記憶的邊 把這些做好好的保存跟管理 所以其實這個給各位看到的是 其實在我們的校時 包括這都是在網頁照片解取下來 我們對各年代的建築物 等著它的歷史資料 當初的建築物的背景等等 都有相當多的這些解說 也有相當多的保存的這個 這些文庫都保存在裡面 包括呢 像我們校內有相當多的所謂的大師 在我們過去不只是在校時裡面 我們也有很多 包括羅家文學生的文庫 那還有下面的是剛過世的余光中的 這個余光陸教授 他也曾經在政大任職 那還有一個跟我們法學院非常有關係的 李元促副總統 他曾經是政大的校長 是我們政大法學院的院長 其實呢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 這個可能上面是比較小 原先在2013年法學院在規劃 要在化達要蓋法學院的時候 我們就計畫在裡面 要蓋一個李元促的法學讀書館 要紀念這個先生對於我們法學教育的貢獻 這個是原先就在我們法學院裡面 一起要放的一個大師的記憶 是非常不幸的跟各位報告 就在去年那個李元促副總統他過世了 高齡96歲 我們沒有辦法在生前完成這個法學院 把這個圖書館呈現在他前面 我們很希望在化南 這也是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可以在這裡可以把他的法學圖書館可以蓋起來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提到說 在政大來講 從來沒有跟居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 也就是說我們很期待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這邊保留接下來的 具有歷史遺憾 文化性資產價值的東西 是跟著我們學校裡面全校性的共同記憶 可以一時保存 而且能夠心就融合 繼續發展下去 好 翻下一頁 好 以政大發展現況來講 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跟居民從來不是對立 因為在目前 我們居民大家天天都在同行的 政大前面很大的大馬路 包括公車停 那還有相關的 這個U-bike 相關的地址 還有呢